みなさん ようこそ 我是温泉叔 歡迎收看今天的牌組分享時間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是 天使雙飛OTK10 其實這一次的名字 我還蠻拿不定主意的 到底要叫什麼名字的 那另外一個稱呼也可以叫做 施術石應該也是OK的 因為主要是要用到這一張的新卡 那麼在開始牌組介紹之前 請先幫我點個喜歡 可以大大的幫助到我 我平常禮拜二跟禮拜四都會固定的 神波其他時間則是不定期的開 任何宜蘭雜政分享心情打批聊天 都可以來找我 歡迎關注我的普通案專頁 接下來是工商時間 畫面上這個QR Code 下載之後就可以載到眾神派對 這是一款結合神話電衣街頭的 策略RPG手機遊戲 如果你下載的話 就等同於是變相贊助我 維護魔王城的資金 資訊欄連結也可以點擊下載 那麼回到牌組本身 這一次的搖酒學院 死靈最關鍵的就是在這一次的版本當中 新增這一戰新的紅卡 叫做 獅樹王 柯里內陸師 他的效果是陸傳取破壞全部的敵方 從者召喚四種 於本次段中 敵方已經破壞且消費為2以上 5以下的從者同兵的從者 各一站到自己站上 進化時會增加一張 王者獅樹卡片到手排中 這個頭準最重要的就是 他是一張靈廢的法術 給予自己的死靈法師從者全體守護效果 死靈速時 給予全部自己的非死靈法師從者即時效果 就等於說 你可以用到這一張王者獅樹 讓中立的卡飛起來 因此我們就需要去搭配到三個版本 所新增的 混沌天使 他的效果就是 陸傳取使一個敵方的從者變身為墮天使 如果使用這張卡片時 自己的死戰上的卡片變身能力已經發動過 這會由原本的一個轉變為全部 陸傳取協作時 14個從者進化 進化過後他會使受到傷害-1 一個回合中他可以進行兩次的攻擊 那你去想 他進化過後是7攻可以打兩下的話 但搭配到王者獅樹直接給他即時的效果 就等於說是14攻 可是14攻的話是沒有辦法一回合OTK了 那就需要搭配到這一張 庭園追憶 奧利維與希爾維亞 你只要能夠在前面的時候花到兩個的一批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只用奧利維與希爾維亞 同時間掃全場之後 然後回3點PP 然後接著的話進化他之後 他就會變成一張的6攻擊池 再搭配到就是 混沌天使啊 就可以形成一個8 turn的時候啊 剛好20點的斬殺 不過以8 turn來講的話 這個斬殺是有點給他慢的 因此啊我們還需要有一些其他的中藝牌 去搭配然後去做到一些提前斬殺 而且還需要有一些的手段來提前拉出失速王柯里內怒斯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在前期的時候 5 turn之前 使用到激咒的效果 凱倫就直接破壞這一張的柯里內怒斯 接著的話啊 你就可以使用到這一張 海骨蘇醒的效果 放手槍牌5 有原本的玩者召喚2 轉變為玩者召喚7 把他拉進場次的話 再使用到進化點就可以去拿到這一張的玩者失速了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哦 同時間你要提早OTK的話 也只要注意到這個死因素啦 因此啊 在構築方面的話 會比較偏向就是選配層 這樣送走 對目會相對起來比較快一點 但我自己實際上打下來 雖然說理論上最誇張最誇張 6 turn 天狐節奏 就可以做到一個OTK了 但是平均來講的話 我覺得7 turn 就差不多了 那另外因為他要拿到的主將真的是有點給他多 首先我們還需要選擇就是這一次的獅子 他這個效果啊還蠻出彩的 可以直接降這一張的混沌天使兩費 等於說你就可以變成4加1 那接著的話啊 再看一下這一張的這個奧秘探索者 4加1再加1 你進化點只要前面有進化過 他就變成1費 那你這樣就是3攻加3攻加上混沌天使自己進化14攻 也是20點之類帶走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拿到的東西的主件 奧秘探索者1費的1支 然後加2艾爾1費的1支 然後再來就是混沌天使 然後加2艾爾去點混沌天使 你就可以形成這個combo了 所以啊我們的過牌跟抽牌手段都帶的非常多 無論就是 呃 戰鬆軸一定必選的 還有就是直接法術砍的 甚至是就是羨慕曲的附近物你都要選起來 不然的話因為你要在手中留存這些關鍵的斬殺 到時候啊只要一沒有卡 或者是你的戰鬆啊 這些東西捨不得戰死 你覺得打起來非常的詭異 那為了變形的效果啊 還是選了這一張的中藥龍使師犬 要注意哦 他是一個很關鍵的戰術用牌 等到對面想要用AOE的時候 你通常都可以直接排下去 去防止對面的AOE 好的 那麼排除構成就是這個樣子 那最後啊 大家要注意一點就是 有時候啊 如果遇到對面的叢者是比較弱的 比如說他的叢者都是比較低功 然後是用閃點展開的 像是金妮來講的話 你都可以考慮直接就是在5費的時候 打出結翼之獅加魯艾爾 直接點混沌天使 這樣的話 再來用加魯艾爾的這個效果啊 防止他被破壞之後 又少一個減傷效果啊 再遇到那種真的是沒有帶法術結場 或者是哈 真的都是閃點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靠混沌天使戰場 然後下個盒直接不需要及時 就直接say 14點的傷害在對面的頭上 接著的話 排除過程啊 這一套是一套天使雙飛 我個人認為如果你要打上限的話 這一套就非常適合 畢竟啊 這套排除在星金黃金的強度表情來講的話 我個人認為是一套提示 甚至比提示還要再爛一點點 他要集齊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限制也真的是太多了 那如果你是遇到比較像是精靈啊 或者是炎降華那種 會跟你瘋狂交流 前期就會打很兇節奏的牌組 你都很難打 比較好打就是那種比較偏於控制類型的牌組 像是巴哈龍珠啊 像是七牌龍珠 如果他稍微卡一點的話 你也有機會就是提前把他給帶走 主要是Focus在這幾種牌組上面才可以去抓得到他們 嗯 那還有另外一套啊 可能會更為穩定 然後他是比較加過於羨慕曲軸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構築吧 羨慕曲的混沌天使套啊 我最終配起來是這個樣子的啊 那本身來講的話 你還是需要做到一個提速 所以凱倫是不會捨棄的 但是凱倫的數量是可以做個減少的 你可以少到變成兩張 剩下來講的話 因為我常常會遇到就是變不到的情況 所以我就是多掛了一張的反轉之意 而獅子呢在這一套要不要選 之後我想的想又覺得說 很像也沒有到特別必要啦 因為這一套最主要還是用來解這個羨慕曲的任務 正氣大家也會過得還比較快 然後也可以給予對面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你可以去把他換成什麼 白玉魔鏡阿茲福特 甚至就是換成那個我們的上下都可以 就是要有一些羨慕曲的選擇 然後考披薩人可能也在構築當中 當然就是這個樣子 可以隨機也習慣去做調整 然後就看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套囉 緊接著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可以選配牌吧 這一套類型啊 最主要可以選配牌 總共有這12張啦 各自有各自用途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你要focus的一個要點就是 你要抽率非常的快 要不就是非常的控制 這樣的話才可以去支撐到你8費的時候 做到奧利維 以及混沌天使的天使雙飛 AOTK 不然的話就是要拼就是6TEN或7TEN的時候 剛好該來的東西都來 所以你的抽率就是顯得非常重要啦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都是選配著重一些結場 或者是變形的方面 像是 散散天使啊 反轉之翼啊 醉勤 見極 還有控制方面的 像是 形式的火絲 還有就是比較羨慕許可能才會去選擇的 阿茲福特 烤披薩人 可以用來奶血奶四點 以及深淵上條可以幫你撐 然後作為一個大盾 隨機破壞了也是幫你硬拖那一回合 最後啊 如果你真的覺得說 嗯 死因素不知道有什麼用的話 也可以考慮帶一張的死震的BOSS 你是有機會去貼到即死的狗妹 或者是直接即死的怨靈 甚至就是去貼到那個奧利維希爾維亞 我覺得要貼到混沌天使是相對起來比較高費的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比較難的 而如果你是沒有選擇 那個凱倫的話 就可以考慮去帶關德溫 畢竟啊 他也是可以直接拉出你 排隊中的那一張那個 獅子王 可是獅子王的來講的話 你就要把他放到滿 會比較好打一點 嗯 大概是這個樣子啊 那他有一個優勢點就是他的結晶 可以幫你做到一個 這樣這種抽牌的動作 所以過牌會相對起來比較快一些 緊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對戰的部分喔 首先我們第一場對決對戰的是龍族 以及照流來方面來講的話 我一定會去留凱倫 而如果啊 你的牌組是有放到那個 移蘇丹特的話 你可以考慮把他給留下來 那如果你已經確定就是 有葬送剛剛到十字王 然後還有一張的骸骨護術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全留 那我們這邊最理想的就是 凱倫戰完之後 無費直接拉十字王 有夠快樂 所以這裡是可以都給他留下來的 剩下來講的話 你平常的對決來講就是盡可能的 一費打仗獸 二費打仗獸 三費打不敬物靈 或是打臭敗手段 就是瘋狂的找牌啦 這樣的話打起來會比較順一點 還有就是狗狗必留 不管是先後攻 然後狗狗一定要記得就是 等到你有目的夠我死 然後對面場上是有東西可以變死才下 不然的話 你的混沌天使到時候 可能無法變到全場 這點就還蠻傷的 那我這裡是選擇用的這個凱倫 然後直接葬掉了 我們的獅術王 對面使用了龍人怪力 三吞的時候 不知道能幹嘛 所以就用天使的恩寵 然後緊接著這一張的 中勇的史詩犬可以記得 所對面躲一隻兒可能會拍的回合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直接變掉 蛤 然後以這個棋手來講的話 哇 有點給他爛 該來的東西都怪怪的 所以我們先使用那個 史詩犬 變一隻看看 希望可以騙到對面的那個 真的 可是沒有騙到之後啊 我只好再用那個海果復術 幫我拉回狗狗 然後幫我拉回狗狗之後啊 這一TN還是得要過牌啦 所以幽靈犬要去點掉那個 混沌天使 基本上就是要留一張的 加特威爾 一張的奧術探索者 以及一張的混沌天使 然後我們5TN的時候啊 就要做這個海果復術進化 去做到一個 接場的動作 然後希望我可以變到 我想要變的東西 然後對面的七牌幾次了 對面七牌已經到四次了 而且他這裡是直接一個跳費 接到了一個七費 是一個奪獵之兒的回合 然後我們看一下可以變到誰 喔 變到對面守護 恰恰好 然後我們這裡 台股復術 進化 有發現其實我 真的有10牧的來講的話 是可以在6TN的時候 做到一個OTK的 但是通常來講的話 你就會發現你沒有牧了 沒有牧就不能這樣做 所以移速單特區會變得非常重要啦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6TN的回合啊 可能要先稍微撐一下 比如說用那個 庭園追憶 希爾維亞 或者是直接用栗子來做到一個破牌 那我會覺得 要比較安全啊 就是你現在趕快 右手來的士林術師嘛 趕快戰勝來血 除此之外的話 就是盡可能去買一張的 狗狗 讓他的金龍有可能會變成 酷龍 嗯 那因為奧利維也需要 RH不需要 我現在有另外三種的那種 呃 展餐方式 所以甜點直接脹掉 荔枝羨慕取抽 對我來講沒有到特別的好 那我們這裡再通算靈魂抽掉 這樣才可以滿足失目 好的 一直換掉 最後他這裡躲荔枝了 也防不了你喔 因為 混沌天使是可以變全場的 這邊就看 他的檔次到底在哪裡了 18點就問你能不能OTK 林立友母搭配到金色微信 哇 陸名猴好誇張喔 那理論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會下0的那一張的小龍 想說他20點前會非常的安全 但是他這裡碎死龍又在燒 林立友母的幽龍 林立友母的巨龍 我們骨不起來撐了下來 那我們這裡就可以做到一個標準式了 混沌天使 沒有要先打一個獅子絕對不要打錯 賈魯艾爾去點掉那個混沌天使 混沌天使下來之後 再搭配到 奧 密 和 索 著 狗狗 噢 狗狗那個什麽 獅子還是可以再去點 玩完的獅術 這裡就完美的 獅子直接貼進化 給他反破壞的效果全部是一套 蹦蹦 三點 帶走的這一局 這套牌子真的就是如果你贏了一場啊 就可以吹整你的那種 好緊接著第二場的對決我們對上的是 戲月 吸血鬼的部分 好 這一套來講的話我是掩飾的 羨慕曲的那一套 所以會跟我們上一場用的構築是不太一樣的 他們有不一樣要去注意的點 羨慕曲比較著重於就是你要想辦法撐到這個 810的時候去塞到一個ODK 當然如果你有辦法就是情急石就可以葬送到 然後接著的話 5費時拉東西進來也是可以考慮這樣 可是你那時候的傷害可能會比較不夠 你需要就是在情急石多摸點傷害 畢竟啊 羨慕曲的這一套啊 他是沒有配到獅子以及那個奧秘探索者的 這樣的話你就無法補棄那最後的6點的傷害 所以你要盡可能在前面的時候就直接 把那個傷害給送出去 結果對面復仇非常的兇 直接果斷復仇之後再搭配到馬羅以及和諧狼人 而且他吃了冤惡統治者這非常重要要記得喔 然後我們這邊荔枝要稍微開歐賽一下 為的就是我們打完之後啊 要打這張的用了那個忠勇的死拳 然後如果移蘇探索來講的話 盡量都會在精華點回合再去使用 這樣的話可以幫你多解一次的羨慕曲的次數 而這裡我們可以考慮荔枝換掉之後拿不到狗狗 防止他多抽一張牌 所以用狗狗的效果去變骷髏 然後整面血氣再抽掉之後 來看一下進的東西 好其實進了也沒有到很差 所以我們這裡移蘇丹荷下來之後再去排狗狗 而另外也要注意的就是啊 除非你能夠確定你一定能夠來那個 海谷召喚那一張的望著召喚漆 不然的話你前面也不要去隨意的去 漲掉這一張的柯林內路斯啊 因為你漆肺如果沒辦法排到的話會很慘 結果對面使用了變化制度的衛裝者搭配到 校長強行進入到復仇狀態 他真的是很兇耶 那前面有印象就是他有吃過那個冤恩統治者嗎 所以這一回合最關鍵就是把他血壓到他不敢下冤恩統治者 所以我們要試考就是 如何就是在他自己打自己的三點的情況下 然後還會被自己就採完東西給炸死 那我們聳聖就有一個地雷囉 就是開了貝羅斯 那為了還要再送一次 他也可以叫到場上可以省那個皮皮術 所以我們這裡要是當然打下這個 練種荔枝 然後接著使用到進化點 去送掉 變化制度的衛裝者 而這裡啊 還可以使用到那個開肥羅斯 只好點掉卡布希斯啊 我們還是要留一個就是最終有可能可以收頭的手段 然後我們這裡就可以使用到 那個米米米米在場上 然後可可的話撞掉 然後4跟1 剩頭 如果他這裡要拍鴻鵝的話 他就會因為就是鴻鵝先打自己頭嘛 所以剩下最後的一點血 而這一張的米米會剛好把他炸死 所以他這裡是完全被封鎖住那個鴻鵝了 所以他只好再做一張的那個鴻魔校長 霍度夾屍 克防伏布點掉 月下眾生不會吧 最後一張 沒有他最後一張就是冤二統治者 就算他最後一張是那個馬母喔 還是哪一張 也沒有關係 我們會最後鎖一點血 嗯 那我們這一場就是防得好啊 直接帶走的對方 如果不行的話我可以考慮做這個四宿王者 entr 然後反升即時 好的 那我們 最後一張對局 最上的是龍竹 嗯 畢竟要打龍竹才比較有高勝率 只有琉瓦方面來講的話 一定會留那個變形的狗狗一隻 嗯 最留變形的狗狗一隻 然後剩下就是盡可能去找到凱倫 可以提前做出上限 然後這一場我打了一個非常爛的措手 就是一費的時候不該打那隻狗 因為我原本想說他應該解不掉吧 我排了 糊了 要吐了 龍人的怪力直接不見 地獄重置可以掛 可以只掛一張 我忘記我的選配牌有沒有選 那時候我是有配披薩 之後配著配著就覺得說 好啦我還是趕快堆我的抽牌速度好了 所以我這裡先拍下披薩 反正你會發現披薩這場也沒有什麼用到 但是對上那種復仇系列鬼來講的話會比較關鍵一點 對面是氣牌或者是巴哈應該還蠻明顯的 所以我們就是瘋狂的趕快做那個心目血的次數 移速單特之類的一個進化 然後搭配到統帥令婚 以免等等無法去做到上升動作 喔這裡進了凱倫 對來講呢 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可以在六費的時候開 喔沒有我的那個造環還沒有到 所以沒辦法 但我們的凱倫可能還是要先葬了 對面使用雅爾偵測 蹦 接著 凱倫葬 快點到場上 可是啊我這裡是有點缺牌的 所以最後我還是決定直接用整邊的血氣 掐到那一山烤披薩 對面也使用龍哲恩哲 是龍風寬的奶 好 那我們試單就可以使用凱倫貝羅斯 直接點地一隻 然後再用荔枝去點凱爾貝羅斯 收到一個掃場 空間就是期望過牌啦 對面使用了伊達陣中 點費跳起來 然後靜壓執行者 堕獵之鵝骨啊 然後剛剛前面拍的那些迷迷可可 他的薄鞋都沒有用 因為我是過補的狀態 因此啊我們這裡還是要去設一個8倍的標準式的OTK 時速往下來之後啊 最後我們要進化去換掉對面這一張的守護 把他的血量耗低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下個很明顯就是要做到標準式奧利威少全場 所以我要把他血量耀低 我才可以多過這個盾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混天使可以再去變 那我前面的那隻狗狗有沒有看到我 我移費的時候打個失誤 所以這影響蠻大的 我沒辦法變到全場的話 你就真的要去撞他 如果有辦法去變到全場的話 你這隻可以不用掌門關心 你就可以留一張880轉 然後看對面用不願意去跟他做到一個交換 那我們這裡就是硬生生的吃的超多傷害 幸好我們鎖兩點血 他沒有碎石龍 他沒有碎石龍的話 這就是我們的天下人 來看一下他到底用了幾張碎石龍 他目前只用了一張所以他蠻衰的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到奧利維與希爾維亞 搭配到進化點 最後混沌天使直接點對面的諾跟補浪 做到個過盾20點直接帶走 那我這裡多打了一張蜜諾是 羨慕取的一個優點就是 還可以再更多過一張的盾 所以我這裡是直接撞掉 表演給你們看 畢竟阿奧利維與希爾維亞 他是必須要把這個傷害照顧到頭上的 所以這裡完美的王者時速 幾隻達到6點7點7點2倍的7點20點OTK 直接帶走了這一局 祝你